我是節目主持人錢子 今天很開心為您請到了 國民黨2024總統副總統的猜選人 包括我們先介紹 我們的總統猜選人侯友宜先生 大家好 以及副總統猜選人趙少康先生 非常榮幸 因為你們把你們的第一次 電視節目的專訪 給我們TVBS戰情室 非常謝謝 趙先生是回娘家 感覺應該比較輕鬆吧 是 感覺我想坐在那個位置這樣子 我就站雀巢 好 是 我們還是先問一下 我們的總統猜選人侯友宜先生 市長 必須講 過去48個小時真的是峰迴路轉 很多民眾的心情是上上下下 不過現在一切底定了 您看到民調 民調也幾乎都回來了 看起來 看起來情勢大好 可是觀眾要問了 過去那48個小時 在軍越酒店以及隔天你們去登記 中間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我們的侯友宜先生 侯友宜市長會選擇 趙先生當您的副手呢 你的理由是什麼 大家最希望看到的是政黨輪替 所以希望藍白合作 我當時我也講過一句話 我等到柯文哲最後一刻 這是我說的話 所以我要付出人 你要找副手你就變成很大的一個挑戰 誰願意陪你等到最後一刻 這個人第一個要以人民國家為第一優先的考量 政黨基礎沒有個人 無私無我 這個人要有這個態度 第二 這個人 在這個想法慷慨的時候要站出來情意相挺 臨為壽命 這又不一樣 這是要兄弟情 第三個 個性 想法 也要跟我一樣 像我 既惡如醜 兩岸和平 要過得住 光這三個條件 要走有沒有那麼容易嗎 而且再短短剩下幾個小時 你要做這樣一個決定 有人願意為你兩肋插刀嗎 這是很不簡單的事情 我真的非常謝謝邵康 他給我看過一句話 因為我常看他的節目裡面 他說他主張藍白盒 要到最後一刻 跟我的想法一樣 第二個 沒錯 看他政論節目 看到貪贓亡返 這些人 他就扑扑條 他就很氣 而且最後要板 要板 我覺得這個人個性蠻過一樣 而且他主張是兩岸和平 希望大家和平的相處 不要有戰爭 希望大家都能夠過一個好日子 他這個想法跟我蠻接近的 其實我在拜託邵康 臨危受命的時候 我非常擔心 他是不同意的 你會擔心他拒絕 那當然 我怎麼會不擔心 要請我們邵康出 那是沒那麼簡單的 而且要放棄這個舒適權 網友全都是舒適權 坐在這個位置上 不過我想問一下市長 市長你該不會是只有在這個 幾個小時之間 想到趙大哥 其實我一直在想他 之前應該就有了 其實我一直在想 想他的時候 不好意思跟他開口 而且那個時候 其實你副手已經 留一個位子給柯文哲對不對 所以你不能透露 我不能講 也是 其實到最後 也是到最後那個關鍵點 我去問了 邵康 抱歉 沒收聽嗎 他給我一句話而已 最好還是柯文哲 但是為了政黨輪替 為了國家 如果柯文哲不願意 他就要跳出來 我跟你說這句說假的 你要不要再想一想 又不用想 不用想 所以你打就要問他是在 軍樂飯店前還是軍樂飯店後 不是電話 我們見面 見個面 對 見個面 因為我總是要做一個準備 你總不能 到底要登記那幾個小時 你才去做這件事 所以其實我在那幾個小時當中 我先把資料大概是前一天 我先把資料丟給他 資料表 資料表先給我給他 他說只要合了 這個資料就不要用了 我說密封 如果真的不合 要我上陣 停了 其實就是這樣一個 大家有這樣一個默契 所以他到最後一刻 到最後一刻 我們兩個在11點之前 11點國民黨中常會 同樣中前之前 禮拜五那一天 他還是一直要求我要打電話 再打 打電話給柯文哲 對 如果柯文哲在那個時間點 答應了 他不去登記 我們都還來得及 趙大哥願意退 我現在就坐那裡了 所以趙大哥 所以趙大哥你是一個優比的人 你OK 你願意被當作一個優比的人選 就是說這個優比為什麼真的贊成 希望藍白河 你看我的節目一直講 那你合起來競選其實數學 1加1 對不對 就算不大於2 不等於2 等於1.8也好 所以隨盜取認為 為什麼不這樣做 而且我認為柯文哲會同意的 你算來算去 一個理性的人都應該會同意 沒想到 最後沒成 既然沒成 因為這個友誼 他必須要有 他必須要back up 他不可能說 他如果都不找人 他也是不負責任 怎麼可能後面都沒有那個人 談到最後沒有了 破局了 不可能這樣子 所以找也是一個負責任的表現 只是我知道就是說 除非萬不得已 山窮水盡 海孤食爛 柯文哲都不回頭 才會到我 所以我本來也真的 我以為不會到我 我是讓他有一個底氣這樣 可是趙大哥你保密到家 因為我記得禮拜四那天 你就坐在這個位置上 你看到LIFE在軍院那場大戲 你看到大家在台上 搶奪麥克風 一團混亂的那個時間點 你心裡已經做好準備了嗎 你有可能會上場嗎 沒有 我在想說柯P這個人 他不是常常講他 最後30秒才之後決定嗎 我想這搞不好也是個過場 就算今天不成 明天早上搞不好也會成 在登機之前搞不好也會成 我還抱著這樣的希望 所以才請友宜打電話 繼續給KH 他最後就是好不好 我就決定 有可能 他柯P很難講的 所以我那時候有講 我說柯P變來變去 這是他的缺點 這個時候我希望他 發揮他變來變去的個性 沒有 很可惜 就等到最後一刻 所以你看我們兩個 去登機的時候 他的表格還沒填得好 他那邊還 人家早就填好了 他那還沒填好 他還有一些缺弱 現在還在補 像國外協力的認證 他還在補 所以其實他真的很謝謝 我們少康的幫忙 還要到亞特蘭的大使館 辦事處去補辦 學歷認證的 學歷認證 外國學歷要認證 有很多的文件 其實都是後面才補齊的 觀眾朋友這是戲劇化的一刻 我們看到剛剛兩位已經講了 在最後一刻 這個組合才成型 那當然之前其實已經有一點點 就是默契了 我們講這個 備案 備案 UB的案子 就沒想到真的UB的案子 變成這個主角了 就推出來了 我們來看趙大哥 趙大哥你是零為壽命 不為過嗎 算是 出來救台灣 你出來救台灣 你的說法是救台灣 必須講 趙大哥本來 我本來下個禮拜是不是要出國 我有收到一個訊息說 我要來代班 這樣 12月1號到5號 本來跟我太太去泰國了 旅行團都訂好了 錢也交了 因為那個旅行團很熱門 事先就要把 一個月以前就要交了錢 機票也訂好了 結果 而且12月1號 因為剛好是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很多候選人本來也請我去站 我說不行 要出國了 他們還被罵我說 這個時候你還出國 我說緊張之前總是跟太太 等於是給她舒緩一下 應該去一下 很久沒有出國了 沒想到遇到這事情 所以也沒辦法 團費怎麼辦 要退 也沒有 我就找一個同事去了這樣 必須講參選之後的生活 應該跟過去非常不一樣 兩位都是 我們今天攝影棚來了好多好多人 還包括很多的為安 特勤 都必須24小時 都一直跟前跟後 那你願意放下原來的生活 我相信家人 我們先問一下趙大哥 家人可能不是這麼同意 你怎麼說服他們 還是他們也是被瞞到最後一刻 事先也沒有 我有稍微跟我透露一下 我跟他講說大概不會成 你放心好了 說大概會成 所以他一看到 最後柯文哲他們三個人談 他說看起來可能會 他不到廟裡還抽個籤上上籤嗎 所以劉冠章三個可以談成這樣 前途無量 無限 就沒想到沒談成 你說抽到一個籤是不是 是大嫂抽一支籤 他第一次到廟裡抽籤 他也關心這個事 他也很希望他們能夠合 那沒合 那沒辦法 對不對 有很多時候天意的我覺得 你感覺到 我也喜歡 這個從來沒有想過 我們兩個會站在這裡 一起為國家再度努力 其實我們也看到 兩位其實過去是老朋友了 兩位的家人 其實也是把自己的先生 算是捐出來給國家 趙大哥今天其實也講到一段話 這是一個秘辛 就是大爆料 其實侯市長在家裡面 其實也是PTT的成員 對於太太也是非常的尊重 這個是怎麼回事 拜託你今天不要說 今天不要說 不能說到這個 要說好話 太太好 溫柔體貼一切都好 其實 太太對於你的參選 其實是從頭支持到尾 你說呢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可能 不願意 不願意 你也是要說服他是不是 每一個都黑帶都要說服的 我印象選市長都說服半天 說服 幾乎快說服不了了 好久 很久 可是選市長跟選總統 還是差很多 反正是不一樣 但是連選市長都說服那麼久 何況 有時候想一想一想一 我跟我太太的組合 跟少康的組合 有一點蠻連頭的 我太這次混流組件 一定要有真正的想法 他是標準的上海個性 而且非常的豪爽 他很多事是不太妥協的 你要讓他妥協 沒那麼簡單 所以我們兩個結合就是 因為大家桃園了 雖然每一個次生背景不一樣 但是我們相處一切也融洽 我非常感恩 因為我有這個母親 我照顧43年始終如意 在我打招做事情 工作 其他都會的事情 照顧他們家庭的生活 都會在顧 所以我是去很感謝 所以國異集結的說 其實台灣是一個族群融合的國家 所以沒有分你是外省人 或是本省人 像我那時候我是韓籍 他是蚵仔 但是我們兩個 有很多的共同的特色 我都對記載出來 其實他在南部長大 我也是南部長大 家裔 我們爸爸不在肉 大家都知道 他爸爸是 以前是金人 後來當老師 當老師 媽媽也是老師 每一個都在基層裡面生活的人 南部人有一個開口 他也有 他接地去以外 一講就做 收聽就收聽 就是這樣 這個南部大家開口 不是說南部人這樣而已 其實爸爸也很多這樣 但是我們出身就是很 所以我家賣豬肉 我常在笑 我吃豬肉 你吃得多 吃得多 我吃雞外餅 你吃得多 因為我小時候在台南 我們家養一些雞 假日我也提了雞 到市場去賣 你也賣雞 我小學蹲在那個市場 小學就去賣雞 所以也不錯 培養一些 膽子比較大 但那時候怕雞溫 如果雞不對我媽媽 我就是殺雞 因為整個雞死掉 所以我就吃雞肉 因為死了就不好了 平常沒有 根本不可能吃雞 到了這種時候 才有可能吃到雞 才有肉可以吃 才有肉可以吃 對 他不會雞 我不會吃 所以這一點 兩個人其實就合得起來了 他算是大隻雞慢提 大隻雞慢提 大器晚成 你看他從基層 警官需要畢業以後 一路幹到十四直等對不對 你們還有一個特別叫什麼 特階 特階 這個警察才有 那是文官的最高階 保障到六十五歲 到最高階 然後又當副市長 政務官一路 現在選總統 只有蕭萬長 蕭萬長怎麼辦 孫總統 蕭萬長是第一個從基層 當公務人員幹到當副總統 對 我現在是從一個基層公務人員 要拚總統 不過我也非常 他們都加一人 我非常謝謝邵康 離開這個支持圈 而且他年輕的時候 可以講就是一個 政據金銅 不是政治金銅 政治金銅以前都在外商服務 賺了很多的代益很好 所以其實他可以放棄這個支持圈 從事民運代表 很早之前就當民運代表 然後不斷的後來再轉職 在整個新聞界裡面 媒體界裡面 闖出自己的一片聲響 真的撩不去 我這個是 在政治這個圈裡面 我算是之前 他是自身的 後來我講大志基慢提 大志基慢提 大志基慢提 觀眾朋友 我們今天為您訪問到的是 2024總統參選人趙紹康 包括侯友宜 侯康佩 藍白合或不合 賴清德都睡不著覺嗎 可能是的 現在藍白分裂了 可是我們看到 在藍營這裡氣勢如紅 必須講 現在民調已經反應的趨勢很清楚了 而侯康的民調緊追賴消 綠營自己有事緊了 他說你們這些是終極藍腹屁 然後賴清德自己 現在開始要加緊腳步了嗎 包括我們看到綠營的姚立民 他是競選的總幹事 競選主委 他說侯康佩民調超車科贏佩 因為深藍喊粉歸隊 他覺得沒有什麼 反正就是把基本牌喊回來 姚立民特別講了 他說我認識趙紹康35年了 哪一次選舉你不喊兩岸會戰爭 感覺他的口氣有一點點輕眠嗎 還是挑釁嗎 這一題先請趙大哥回應 姚立民當然是我提名 他才選了公子的 所以老朋友了 也不需要換了政黨就換腦袋 換了想法 想法知識分子還是要一致 兩岸有可能發生戰爭 不是我講的 是老美民進黨的阿爸老美講的 前好幾任太平洋艦隊司令 都講說台海可能發生戰爭 智庫還有參議員 還是我們派出所 每一個派出所都要裝刺針飛彈 前台灣2000個派出所都要裝刺針飛彈 每一個人拿個AK-47步槍 老美現在賣給我們武器 都是預備打巷戰的 美國人判斷了 你不相信美國民進黨 不是最聽美國人的話嗎 對不對 所以而且很奇怪 我也說請姚立民去問問賴清德 那兵役如果不危險 為什麼從四個月變成一年 為什麼 國防疫所為什麼3000億變成6000億 對不對 人家日本買一個 最新的財電潛艦 150億 我們花530億 花這麼多錢 你就問他 他說賴清德說 欲務易不會上前線 不會上戰場 國防部長說會 哪有分前線後方分不了 你去問賴清德 你都問我幹什麼 對不對 真的 如果不是民進黨預備戰爭 幹嘛要動員這些事 就是 但為什麼會戰爭 因為兩岸緊張 這民進黨挑釁的 對不對 你自己看他部分區搞什麼 省什麼 省柏陽 什麼 黑熊學院 黑熊學院的創辦員 對不對 要幹嘛 要打游擊戰 然後這個 今天記者問我了 他可能還不知道 說侯友宜昨天說 將來要開放 道路觀光客到台灣來 賴清德就說他 還沒當選 就已經討好老共 我說開什麼玩笑 開放觀光客是對台灣好 台灣百費待舉 希望有一些收入 對不對 而且大陸人到台灣來 覺得台灣好 對台灣最好的防禦 老共如果打台灣 老百姓說台灣那麼好 你打人在幹嘛 賴清德想什麼我不知道 姚立民最好問問他 是 這個包括我們看到綠營現在 可能已經有一點點緊張了 而我們不要忘了 這個在野勢力 當初大家一直在談的 郭台銘 郭台銘董事長 雖然已經退選了 可是他也可能 也代表著某一群人 或是某一股力量 我知道這個侯市長 應該都希望都回來吧 侯市長 其實郭台銘 我幾乎這幾天 都有天天打電話給他 因為其實他的爸爸是警察 也是我們以前的老長官 彼此之間 雖然不是很熟 但人家都了解警察的 子女的辛苦 平常他碰到我的時候 都會叫我侯叔叔 我實在是不敢當 侯叔叔 我爸爸的關係 他比你比較老 爸爸的關係 但是人家客氣 人家客氣 我覺得說人家客氣 我們更應該尊重人家 其實他們是 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是警察主弟 大家都有這個關係 我們都很希望 都為中華民國好 他也為兩岸和平 有這樣一個理想 所以我很期待說 我們大家還是同心其力 共同攜手合作為中華民國 所以我會不斷的去 透過任何聯繫的方式 希望大家一起 為我們台灣為中華民國打拚 這我也一定會做 尤其這段時間我也可以看到 兩岸之間確實非常的緊張 剛剛邵公兄來講 我去美國的時候 到日本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問我 你怎麼樣面對台海安定 台灣安全 你必須要責 所以我講得很清楚 就是我們要先有 嚇阻的威力存在 所謂嚇阻就是 我們的國防金幣還是要提升 國防金幣還是要提升 然後做防衛能力要加強 你自己才有本身 去跟你好好對話跟交流 對話是必然的 你不能都像林立黨 不但不對話 還愁衷 還挑釁 還講那些讓人家很難接受的 甚至陸佩來 又拿個身分證 六年 跟別人又不太一樣 歧視 所以人家新太長就會覺得說 在地緣政策上 你就在我旁邊的一個 巨大的一個仇敵在旁邊 你幹嘛 很無聊 沒有必要 你要降低這個惡意 所以降低衝突的 最好的方式就是對話 然後交流 這樣子的方式 大家不是彼此之間可以 大家和睦共處嗎 可以共榮共好嗎 所以剛剛講那個兵役的問題 其實我心裡一直在講 兩岸之間如果不降溫 搞不好衝突性越來越高 像民進黨這樣主政下去 兵力延長一年也不夠 不夠 一年真的不夠 搞不好兩年 搞不好三年 一年不夠 真的打仗 真的打 全民皆兵 搞不好女生都要去 我打過仗 是喔 我打過最多的槍戰 對 主彈永遠不長眼睛的 上了戰場 哪有前面哪有後面 都會打到主彈 有現代科技 飛彈過來 沒有說EUE就不用散仗 EUE一定要散仗 你說所謂的基礎建設 基礎建設就是他們攻擊的 最好的目標 怎麼會打法不到 所以其實面對大陸最好的方式 就是不引戰 就是避戰 當然我們要備戰 所以我在這幾個國家 我講得非常清楚 嚇阻第一優先 第二就是對話交流 降低風險 所以用這樣一個方式 讓我們國家能夠好好的 跟大陸和平相處 我們這樣才有機會 讓仰安穩定下來 如果和平就可以 和平還可以 你現在沒有做到和平 現在不可能 你沒有做到和平 你現在連對話都還沒重啟 所以這才是我們最重要的關鍵 所以要降低兵役 需要兩樣和平 不過必須講 民進黨的確非常會打選戰 這過去都印證過了 我們看到民進黨現在 看不到他的 真正的選戰的策略是什麼 因為姚立民說不能透露太多 他是這樣講的 可是抗中牌 一定是他們會出的招 我們現在至少看到了 已經有一些發言人出來講了 兩位的組合 就是親中牌 就是已經在貼標籤了 已經在貼標籤 你們應該心裡面 已經有一些防備了吧 怎麼樣來因應這一招 所謂的抗中 或者是中共同路人 這樣子的標籤 來 趙大哥 腦狗玩不出新把戲 民進黨幾十年來只會這一招 就抹紅你 但是我相信台灣的老百姓 選民越來越眼光頭腦都清楚了 你不能一方面去抹紅 然後一方面去罵老共 一方面還要賺人家的錢 我們去年賺人家 1600億美金的外匯 我們的外匯收入順差對不對 你真的有本事 你就不要這個錢 你又要 蔡英文當選的時候 我當選把ECFA停掉 你現在沒停掉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講半天 你抹紅 你自己不能身體力行 你嘴巴講的 跟你做的是兩回事情 對不對 老百姓怎麼會幸福 更不要講你們什麼 搞那些什麼桃花事件 不用講對不對 嘴巴講一套做的是一套 包括今天我看到 今天報紙上也有寫 這個市長有特別談到ECFA 還有重啟 包括服貿各項的 這樣子的想法跟方案 甚至加入CPTPP未來 像這樣子的一個願景 已經畫出來了 可是必須講 這個綠營的確已經在說 你就像剛剛趙大哥講 你現在是在 好像給中國示好跟大陸示好 這樣子的一個話已經出來了 你看我 我是吃台灣米 喝台灣水 土生土壯 幾世人為國家 效忠 你看過我以前的過去到現在 我這個選舉是保護中華民國 為台灣 繼續的守護人民的安全 出來拚 我怎麼會親中賣台呢 不要用意識形態來 只要不要來這一套 我說開放 陸生 陸客 大家來台灣 促進更多的交流 帶動台灣的經濟 不要像謝長廷老師說 要把開放的過程當中 不但是木馬圖成績 說來講什麼 說 女生找不到公 女生找不到公 女生都要去黑龍港 對 要去黑龍港 現在有嗎 沒有 想去黑龍港 想去嗎 你有聽過嗎 2008年他是這樣講的 所以民進黨選舉 真的不能用人的母紅 前段的時候又有母黑網 現在很奇怪 我一世人看到壞人就要抓的人 要扮的人 會給我母黑 這個最可惡是母紅 我最不能接受 我去跟兩岸談合作打擊犯罪 也是站在台灣如何 共同合作打擊犯罪的 你是跌跌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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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奇怪 我也很奇怪 我這真正的孩子 一世人就為國家奉獻 你跟我說這個 我真的 大家都聽不下去 衰竹 好好拿出證件 好好拿出兩岸和平 好好說清楚 不要再說那些意識形態 挑動意識形態 挑動仇恨 尤其那個歷史的仇恨 這是我不能接受的 不然你的希望是 老四我講一個很不客氣話 老四去挑釁別人幹什麼 你就是要讓你的台獨的基本交易恐固 你沒有想到你的地緣就是旁邊 你不要把他當朋友 你把他當成仇人幹嘛 你何必的每次仇中仇中 仇到最後 讓大家兩邊之間 引起更多的衝突 這就是引戰戰爭的邊緣 這是我們最擔憂的一件事 不要再用這一套了 今天我們為您邀請到的是 侯友宜趙少航這一組 他們代表國民黨要參選 2024的總統大選 現在他們的民調 已經跟賴蕭沛非常非常的接近 不過我們想要問他們未來 如何帶領我們這個國家 如何帶領中華民國向前走 我們看到了侯友宜 昨天參加一場論壇 他提出一個主張 他說如果當選之後要跨大部 開放大量的陸生來台灣 就學就業 這個部分待會請侯市長告訴我們 另外還有包括觀光客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 民進黨的部分他們反應也很快 立刻就開始罵你了 開始說你這樣子過分討好中國 來 市長 又在籌中 又在用意識形態給我們抹風 其實台灣跟大陸之間 不是要對話跟交流嗎 我們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怕什麼 怕人來看嗎 更何況我們現在失效到2028 幾乎要大退場了很多 都快倒了 照不到學生 你讓陸生進來看台灣的自由民主 我們有信心 所以來看 至於就業 現在有大陸在台人事就業的 辦法規定 就照那個規定來 我們有現行的法令規定 就照規定來 所以先把陸客 陸生先保一萬 然後要就業 按照現行的法令來做 尤其陸客 你說觀光客 我經常講 對 就觀光客 我們現在不要來的是戰機 我們要是來的是客機 我們不要找危機 我們要找的是商機 唯有創造和平的好時機 這個時機這麼危險 你不趕快創造和平的好時機 讓更多人來 也可以和平穩定 也可以帶動經濟發展 也可以更了解自由民主的可貴 是 什麼不錯 其實過去我們在看到 馬英九總統在執政的時候 台灣的陸客 包括陸生 其實這方面是滿多的 一直陸生 我們也感受到那樣子的氛圍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大選很多喬生 馬來西亞 泰國 什麼香港 那些人回去以後 對台灣都一直有感情 我也是那時候 我做亞洲區經理 美國的 到了新加坡 馬來西亞 碰到幾個台大幣 看到我好親切 到工廠裡面 就看到家人一樣 這最華得來的投資 所以你看美國為什麼 歡迎那麼多外國學生去 一樣 我們什麼小氣 我覺得平常太小氣了 是 沒有錯 其實兩岸要降低敵意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我們這麼小 如果說在陸生來台灣念書 他在台灣生活 一年 兩年 三年 他受到台灣的氛圍的感受 回到中國大陸 搞不好他以後會是什麼 領導階層 幹部 都有可能 降低敵意 這應該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我們看到侯先生的主張 我們看到趙先生的主張了 另外我們也可以看到 包括藍白河那時候 一直在講那個字 包括這樣子的事情 未來是不是兩位 也會往這個方向走 那個字當然要修憲 不是那麼容易 侯市長昨天也講過了 但是柯主席也提出來 其實我們也都認 我20年就提出來了 侯市長也同意 民進黨也沒反對 民進黨在在野的時候 常常都講來個賊 李鴻喜這些大師 但是其他人是在野的時候講 當了就不想講了 我們是認為說 當的時候也要落實 而且主要是民進黨可以合作 對不對 如果說到了最後對不對 只有我們有機會 也歡迎民進黨來合作 對不對 我們執政以後 民進黨很多政策 我們都可以做 特別內閣制可以推動 像我還跟侯市長 來討論這樣嗎 有一個 在野討論忙 其實這個內閣制 我這個人是這樣子 大家目標已經一致了 而且我跟邵康的看法都一致 推動內閣制 我們說了就是要做 所以各黨各派 如果大家同意這樣一個意見 該修憲該走的路我們就走 我們既然選擇了一個內閣制 要把總統的潛力要降低 這是我們的目標 這個跟政黨有沒有合作成功 是一回事 但是我們希望這個理念 我們還是要完成 這個理念還是要完成 所以我還是跟上官講 大家我們一起把內閣制 往前推動 希望大家一起來朝修憲方向走 特地不是講說不要談位置 那是分章 要不要談理念 這就是理念 是 所以未來民眾黨的 如果好的人才 也可以進來 你們執政的這樣子 應該 當然 對不對 好的人才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未來什麼事情 其實都有可能的 立法院也可以合作 是 還有台灣現在的電 到底夠不夠 大家知道過去幾年 我們經常有大跳電 有一次我錄影錄到一半 沒有電了 沒有電了 左營跳三次 很誇張 我必須講 雖然我們的執政長 告訴我們說 台灣沒有缺電 只是因為電力網路很脆弱 叫人家降頻降載這樣 叫工廠停工 大家都知道 這中間有問題 所以我們也很想問問看 兩位未來如果執政的話 能源政策在哪裡 其實2025非核家園 不要再說 它就調就調 你再生能源 要不要再發展 當然要 我常常講 我的能源政策很清楚 雨律永續 雨核減煤 節能優先 然後有序轉型 2030減碳台灣 2035低碳台灣 2040無煤台灣 2050淨零台灣 時間不要這麼清楚 所以核電勢必在核一 核二 核三 安全無疑底下 我們會演繹 至於核四 我們要成立一個 核四總體安全的審查 委員會好好的去檢查 體檢 如果國際標準都沒有問題了 我們就重啟 它一重啟就重啟 所以核電是要來減煤用 而且是乾淨能源 全世界的歧視 大家也在談到什麼小型核電廠 只要是成熟 別人可以用了 台灣為什麼不能用 我們既然要經濟國際競爭 又要減碳 又要有機載電力穩定 我們就勢必一定在核電這個部分 要強化 非核這麼做不夠 沒關係 侯友來著 跳皮就跳皮了 換我來做 換燒光來做 我們把這部分做好 讓產業經濟也能往前發展 是 台灣確定是很大的問題 很嚴重 它現在跟你講不缺 都騙人的 它常常看工廠講 你今天不要開工 你停工四小時 降頻降載 很多家裡有沒有電器都壞掉 冰箱什麼微波爐 經常壞 因為它電不穩 左營上個禮拜就缺 停電三次 左營每次都五六千人 一萬人這樣停 而且電價又不要漲 當然漲 台電去年賠五千億 中油賠五千億 今年還要 中油起碼賠一兩千億 台電繼續賠 錢到時候都是野後人要付 對不對 真可惡 騙子都是騙人 能源也騙人 電價也騙人 通通騙人 不過能源政策 其實還衍生了很多 貪腐的問題 包括我們知道在台南 台南的光電案 過去一年 過去幾個月 我們都可以看到 包括88強 包括一些甚至官員 可能都在中間 有人魔不髒的事情 如果兩位未來上台了之後 是不是包括我聽到 特徵組有可能要重啟 在這些貪腐的部分 譬如說光電的弊案 能不能有可能 在這個地方有多所琢磨 這樣子 其實我跟邵康相反一致 我們兩個都既有如此 要成立新的特尊子 誇區域 完全沒有人情的壓力 好好辦 民進黨號稱 青年勤政愛鄉土 但這一段誰我看到的是 貪污 舞弊 桃花黨 桃花黨 所以經常接受不正當的邀怨 包括新招待 一堆 今天不要說一套 做一套 我是辦案專家出身的 換我當總統 我把新的特尊子 好好的不是只有針對民進黨 針對任何人 不分哪一個黨派 該辦就辦 好好的還給人民 一個青年的政府 所以我常常講 這一場要政黨輪替最大的目的 是和平與戰爭的選擇 一個是青年與貪污的選擇 一個是經濟開放 以及鎖國的選擇 所以這是三個不一樣的政策 你看台獨是引戰 我反台獨是必戰 我的青年 就是好好的把除弊除完 除了不是只有別人 包括我們自己都一樣 貪污的政府是不是要煥然 經濟又穩定下來以後 我就好大開大和走大道 好好的讓各國來台灣 讓台灣穩定下來 全球可以佈及在台灣的經濟投資 不是只有大陸 所以我們全世界開放 大家來投資 所以法規 雙保 跟國際接軌 大家都來台灣投資 經濟才會開放 不要是守在一個國家裡面 什麼東怕 西怕 這不好 所以我覺得 我們應該用這種態度 面對所有的國際情勢 讓國內百費待機 能夠重新製造一個 青年有為蓋給人們希望的政府 開放是很重要的 開放 只有開放能夠發展 因為你綁手綁腳 這個也綁手 那個也綁手綁腳 就很難發展 台灣這麼小的地方 一定要開放 不過因為現在 國際的情勢也是瞬息萬變 包括從美中 非常高度緊張的對抗 現在看起來兩邊有一點點 有對話了 雖然的確是還是在對峙 可是有對話了 未來其實台灣的處境 也跟國際有相關聯的聯動 趙大哥對於這部分 是不是能夠再詳述一點 如果未來 侯康佩真的執政的話 台灣當然不能自外於國際 兩岸很重要 國際很重要 本來台灣就靠國際貿易 能夠發展就是靠國際貿易 所以台灣是 為什麼剛剛我們友誼講到開放 因為你不能交錢來開放 你自己不開放 你自己也必須要開放 吸引外資也進來投資 你的人也要走出去 所以一定是國際社會的一環 對台灣的安全也是有保障的 我們看到了侯市長 之前訪問美國的時候 他拋出了3D戰略 3D策略 反對一國兩制也反台獨 這個部分現在有一些改變了嗎 完全沒有改變 我非常的清楚我的立場 我堅守民主自由制度 然後反對台獨 反對一國兩制 這是我不變的原則 所以我講得很清楚 為了讓這些原則 能夠達成兩岸和平 我們必須要有 嚇阻的實力 讓對方不敢輕易發動戰爭 當然同時要趕快啟動對話 然後從最低階的這種非官方式的交流 慢慢到功能性事務性的交流 比如說兩岸合作打擊犯罪 或是經濟貿易的簽訂 趕快進行 再下來在交流的過程當中增進理解 這個理解以後就可以 互相起了更多的信任 就慢慢的可以走回到兩岸穩定 而且更深入的 大家彼此之間的合作 所以包括兩岸的經濟貿易的 自由示範區 我當時去金門也講了 大家兩岸穩定 金銷大橋 只要大家公投願意就蓋 通氣通電就走 把這個地方建過去兩岸一個 和平交流的經濟的一個示範地方 所以自己要對自己有信心 在平等尊嚴友善底下 好好的跟大陸來對話來交流 讓兩岸穩定下來 和平就來 我們孩子們 就可以好好在職場場發揮 好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 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TPBS節目